好 昨天台積電案的董事長 魏哲嘉被記者問到說 會不會去買這個 英特爾的晶圓廠 他直接的回答就是不會 不過我們說到這個英特爾 流年不利 他現在要跟這個超微 他的宿敵要合作 X86的架構的這個處理器 我們要請教洪文哥 你會看好嗎 應該是不太看好 不太看好 不過我想我們講 魏哲嘉昨天 人家問他 比如說英特爾 你會不會去買 他說不會 而且完全不考慮 他用英文 No not all 那這個是我覺得 他當然不會去買 你就頭上派去才會去買 這個英特爾的晶圓廠 怎麼會 他做得很不好 那台積電現在自己 都產能擴得這麼大 他忙他自己的就好 不用買英特爾 那我想這個 另外昨天還有一個新聞 是這個又是基辛格 基辛格這個看起來 已經準備要下台的人 但是他還是有很多對策 那他這個CNBC就報導 就是說英特爾在尋求一個 他們之前買了一個公司 叫Altera Altera 他們在2015年是用167億美金買的 收購他 他現在呢 他要用什麼 用170億美元的價值 去賣一部分的股權 然後拿一些現金回來 那這個事情有兩件事情可以談 第一個 2015年買是167 那現在值170 這個有9年的時間 9年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動的 對 才從167億美元 才到170 對 沒什麼進展 第二個是 Intel真的很缺錢 很缺錢啊 對啦 然後裁員啊 對 這個 所以他現在重點是 然後另外Altera還有另一件事情 也可以關注 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講的AMD Altera之前的另外一個競爭隊友 叫Zidings 那個公司是被AMD給買走的 AMD買了之後 其實做得是滿不錯的 對 但Altera做得不好 所以這個是問題 另外他就說 這個他要賣嘛 賣一部分 另外我剛剛講就是說 為什麼他們兩個要成立這個合作 他把6加購處 其實重點是因為這個樣子 就是說Intel最早跟AMD就是CPU PC的CPU的這個 雖然他們兩個競爭 但是他們現在共同面臨一個敵人叫Arc 他們現在要來侵蝕他們的市場 所以他們兩個要站在一起 所以他聯合吃要敵人 老實講這兩個人